好 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接下来的有问必答环节 那这一环节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太平洋地产的地产经纪FaceTroom 那么这个环节 我们观众又给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要具体的再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这个买房的 这个买房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 就是到底这个因为房价太高了 到底是租房还是买房 一直是大家比较 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那么这位观众朋友问了 现在呢我在租房子住 那么想知道租房比起买房来 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我们很多这个租房的朋友 虽然这个老话题 就是又重谈了 但是其实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Face给这位观众朋友这个解答一下 好 Sofia 这是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但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决定的问题 但是我就是说一说两个情况的要点 希望给观众做一点参考了 如果你是一个屋主的话呢 你买房子呢 你这个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这个房子你就是知道一定有升值的能力了 而且你每个月交出来这个贷款付款呢 其实就是投资在你自己的现在住的地方上面 因为你日子越久呢 你这个付款越多呢 你这个贷款的总数就是越少了 那一万句话说就是你这个 这个房子的股权就增加了 就是我们英文说的increase 就是你那个home equity 这是一个很好方式增加你这个房资产的方法 但是换一句话来说 如果你是租客的话 你每个月交的租金呢 就是没有投资在你现在住的地方上面呢 因为不论你交多少租金住多久的话 你这个房子的股权也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呢就是可以给观众做一个比较 但是租房子有个好处 就是你不用杂费可能会比较小 因为你不用维修你的房子 那样你就住了房子 你就换一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好处租房子 就是你一个多出来的资金 你可以投资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好像这个股票之类的地方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这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给观众考虑就是 你可以将你这个租房子 跟打算买这个房子 每一个月的总开支 分开加起来比较一下 如果你租房子的开支呢 跟你这个买房子的开支 是差不多或者超过的话呢 你就是要认真的考虑 可能买房子稍微比较划算一点了 大家还是把这个租房和买房的 这个开支 还是要比较一下 如果差别很大的话 可以考虑继续租房 如果是差别不大 或者差不太多的话 可以这个考虑买房了 还有可是我想强调一下 Sofia就是 这个你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呢 这个安全感跟归属感呢 不是这些这个开支 可以计算出来的 所以就是也可以 做一个考虑的因素 这个是个无形的一个成本 对对对 当然租房子 也有很多朋友说 租房子如果有资金的话 肯定是要买房了 但是呢 还是要考虑清楚 到底是买房和租房 哪个更适合自己了 对 那么Face 我要看看接下来 这个观众 还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难题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 特别适合你 那这个问题呢 就涉及到有一点点贷款的问题 买房就要贷款了 那么这位观众就问了 什么是预先批准的按揭 我们为什么要需要 这个做这个预先批准的按揭 这样一个 就提前一个 一个叫 要申请这样一个东西 那怎么样来 就是为什么要申请它 为什么要做这个准备呢 预先批准的按揭 OK Sophia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 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 也有兴趣去知道的 其实它就是我们英文所说的 Pre-Approval Mortgage Pre-Approval Mortgage 对 就是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贷款的担保 的意思就是说呢 在一段时间之内呢 那个银行或者贷款公司呢 就会以一个固定的利率 提供给你一个贷款的证明 所以有了这个证明呢 其实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轻松和放心了 买房子因为是一个很 主要的这个财务这个决定 所以在做买房子进行之前呢 我觉得呢 去申请这个Pre-Approval Mortgage 是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了解一下 你自己的经济承担能力 到什么程度 才去做买卖的一个选择 所以要做这个Pre-Approval 目的呢 就是看看 到底我能不能买房子的时候 把这个贷款贷下来 对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呢 你知道 因为你是申请的时候 我们做银行或者贷款的呢 就是要根据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来源 跟着你每个月的开支 去评估你这个经济承担的能力 根据你的承担的能力 我们就会批给你这个Mortgage 就是你最多可以借贷到什么地步 所以有了这个金格 你就是可以去 在买房子 就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找你的需要的房子 尤其现在呢 这个抢offer呢 这个情况那么普遍呢 你这个我觉得很好的帮助 因为你有了自己这个 知道自己可以借到什么贷款呢 你就抢offer到一个 这个价格你就要知道 可能你要放弃了 因为你可以承受什么样的程度 对对对对 而且呢这个抢offer 如果说你是要抢的话 这个时间啊 它是不能够拖很久的 这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 这个贷款能力了解清楚 对 提前做这个预先的评估 如果是预先评估 知道自己已经是可以贷款了 究竟可以贷多少 那么抢offer的时候就不至于 抢得很高到时候自己很难承受 如果是了解自己贷款的能力 这时候就能够控制自己 这个抢offer的冲动 对对就是知道有这个 有一个guidline给你自己 不要太过分 就是到这差不多就停止了 因为可能你这过这个贷款的数字 银行也可能不会借给你了 那么其实银行是根据你的收入 根据你的各方面的一个开支的情况 是看看批给你多少的贷款 对对 其实要做又申请这个也是很 一点也不负责的 我们就是只要需要你这个个人的资料 跟这个收入的来源 也要知道你有什么资金 只要是跟这个贷款经纪联系一下 他了解了你的个人的情况之后 看看是不是能够这个贷给你 而且呢贷多少大概你就清楚了 这是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过程 大家可以只要是联系一下这个贷款经纪 然后花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了 那么Face呢 他也是这个贷款经纪 同时也是房地产经纪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跟Face联系 那么一条龙服务 就势必就减少了很多麻烦 对对 今天非常感谢Face 来到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回答了这个观众的提问 谢谢Face 谢谢你 我再次呢把这个Face 刚才在地产一加一环节 介绍的房源呢 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在地产一加一环节 了解了刚才Face介绍的两个房源 都是地理位置 这个location非常好的condo 一个呢是在2015年的3月份入住 它的户型呢是这个顶层的豪华一家一单位 它这个价钱里呢是包括一个车位 一个locker 另外是两个卫生间 它的位置是在分池合样 那么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在633平尺 其中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 现在叫价呢是40万5000 那管理费也不是很高 只有五毛钱左右一平尺 那这个房子呢 它的位置啊 什么都非常的方便 不管是生活和购物 它处于一个西南角的这样一个单位 朝向是西南 那么有很多的窗户 房子也非常的宽敞 那么大家如果是这个一直在选择 分池样附近的沿线的condo的话 不妨哈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房源 那接下来Face介绍的第二个房子 是位于Sherper和Bayville 也是非常好的位置 它是一个豪华一加一的单位 一个停车位一个locker 同时呢还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房子呢 它是一个全新的房龄 它可以立即入住的 那么面积呢是在554平尺 房价呢是34万5000 那么这两个单位呢 都是位于地铁附近沿线 如果大家一直在寻找的话 可以跟Face联系 到时候Face可以把一些资料啊 把一些这个具体的情况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Face 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